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2月5日 週五 早上第二節 講講兩宗關於大陸的消息 第一宗消息就是英國終於採取了大反擊 將一家中共大外宣電視台的牌照撤銷 這家電視台叫做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美國有一家專門研究社交媒體公司 叫做Graphica 他們就發表了一份報告 指控大陸的Twitter和YouTube的account 有系統性地轉發一些假消息 而且在這份報告當中趙立堅還榜上有名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看看英國的大反擊情況 英國通訊管理局宣布要撤銷 中央電視台旗下的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 在英國的播放牌照 原因很簡單 就是經過當局的調查以後 就證實得到 這家CGTN電視台的持牌人 原來沒有擁有編輯的監督權 於是當局裁定 CGTN電視台是和中國共產黨有關聯 違反了英國的法律 根據英國的廣播條例規定 這個電視台的持牌人 必須能夠控制得到牌照所列明的服務 包括擁有播放節目的編輯監督權 而且電視台牌照的持有人 也不能夠由政治機構來控制 但是經過英國通訊管理局的調查之後 就證實得到 原來這家CGTN電視台的持有人 即是叫做聲空華民傳媒電影有限公司 他們無權選擇或編定電視台節目編排 只是做英國服務的分銷商 而且當局又發現到 這個持牌人沒有任何一位員工 參與電視台的決策或日常營運 故此當局裁定了 這個持牌人是不符合發牌的要求 故此是屬於違法的了 所以英國方面就撤銷了這家大外宣電視台的播放牌照 其實早在去年2月的時候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已經將這家電視台列入了所謂的外國市團 什麼叫外國市團 就是由外國政府來控制的媒體 現在英國來到一年之後 也撤銷了這家電視台的牌照 當然啦 他們這個決定就激到大陸生虧地跳 大陸方面就採取了什麼回應呢 中國外交部在英國公佈了這個消息 不久就馬上發表了一篇聲明 好像是有備而來的 中國外交部這篇聲明指控 BBC在今年1月29日的一篇報導 將疫情和政治掛勾 翻炒疫情的隱瞞論 源頭論和責任論 並且播出一段反恐演習片段 指出中方的防疫部門是侵犯人權 這些都是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假新聞 這就是大陸方面的回應 接下來這段其實才是重中之重 中方就敦促BBC和駐京分社 要認真對待中方的嚴正立場 就住涉華假新聞 向中方作出公開道歉 中方就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BBC也很快地作出回應 他們堅持就著中國所發生的事件 進行了準確和公正的報導 完全拒絕那些毫無根據的假新聞 或者是意識形態偏見的指控 即是說沒辦法談 好了 大陸方面到底會採取什麼進一步措施呢 其實大家就會開始聞到震取 好像跟去年中美之間的傳媒大戰的前夕 有點相似 大陸方面又說要採取進一步措施了 其實BBC在中國就沒有進行這個廣播 大陸也不讓你看 BBC 有什麼措施可以採取呢 無非就是驅逐記者 其實去年中美的傳媒戰 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就試過了 首先就是縮短對方的新聞機構的記者 簽證的期限 然後當記者要續證的時候 有要求他們提交一大堆的資料 到最後就演變成為互相驅逐對方的記者 大家都記憶猶新了 現在似乎有這個笑頭出現了 究竟最終會不會發生成這樣呢 很難說 因為事實上現在中英關係已經大不如前 英國一方面又說要加入CPTPP 這個組織無非就是要從經濟和貿易上圍堵中國 另一方面 英國又說要加入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這個四方會談就有亞洲版北約之稱 當然現在英國就是表達了意向 就未曾加入 而且英國方面 早兩天也都宣佈了 就說要派駐伊利沙伯女皇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進駐東亞地區 而且是和日本會有一個緊密的合作 這個其實是 某程度上 叫做軍事上 來到去制衡中國 因為東亞地區 很明顯 你的目標是誰 難道是制衡朝鮮嗎 再加上 最近還有一個BNO的議題 令到中國為之氣結 所以現在中英關係 比起一年前甚至乎兩年前 已經爭了很遠 當時英國甚至乎對於華為 到底應不應該禁止它 還有很多保留空間 當然後來經過了 反彈 因為大家看看那些 疫苗接種的數據 就會知道 現在 英國去到前日 接種率已經升到百分之十五以上 十五點多 按照這個態勢 去到夏天的時候 就會將近百分之七十五 因為一個月接種百分之十五 那麼半年以後就去到百分之七十五 條數很容易計 那麼現在呢 其實英國很多那些網絡的討論區 或者是社交媒體 都開始在這裡說 一樣什麼 就是去到夏天的時候 就是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去外郵 起碼都國內郵 現在英國就很熱門地討論這些東西 而且那些廉航的廣告 又慢慢開始又出來了 那麼所以呢 如果說現在去申請五加一簽證的香港人 就不需要太過擔心說 申請了以後的疫情是怎樣的 疫情一定是會受到控制的了 這個我也很有信心 英國是會搞得到的了 因為這個是雙重因素跌加 第一就是疫苗接種 第二就是封城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那麼只要看看其實那個數據 那個感染數字是回落了很多 是大幅地回落 當然兩萬宗對於香港人來說 就是很誇張 但是事實上來說 在英國的數字就是大幅地下跌的了 那麼所以呢 當那個社會一重啟的時候 我相信經濟就是會報復式地反彈的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去到英國之後的疫情會不會 那個疫情對於經濟繼續帶來衝擊 就不會再有衝擊的了 就只會是刺激經濟向上的 因為疫情是會減緩的 那麼這件事大家看看中不中 下半年之後就知道了 不中就變了是我跌眼鏡 你剝我爬牙了 到時再 好了 跟著下去就講一下另一宗消息了 美國有一家社交媒體研究機構 叫做Graphica 最近就發表了一份報告 原來他們就調查了數以百萬計的虛假社交媒體帳戶 所組成的網絡 那麼主要就是講Twitter和YouTube 那麼這些假帳號呢 就在疫情期間幫中國去護航 甚至乎就是批評以及詆毀美國的抗疫工作 報告還說這些假帳號早在2018年的時候就出現了 在19年的時候就主力地集中攻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到了疫情爆發之後 這些假帳號就開始轉移目標為中國去護航了 而且他們所發布的影片 多數都是用大陸的新聞影片來去剪輯而成的 當中甚至乎是植入了一些偏見 乃至到是虛假的資訊 另外這一份報告就發現得到 有一個趨勢的 就是當這些假帳號來發表一些貼文的時候 有一些知名人士 即是大陸那些 就會走去轉發的 好了 比如說什麼知名人士 比如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又或者是中國駐外國的一些大使 都曾經參與過 轉發這些假帳號的貼文 而且跟假帳號是有頻密的互動 其實這些所謂的假帳號 無論在Twitter也好 YouTube也好 大家只要稍微去留神的話 都會辨別得到 因為真的假的很厲害 比如說YouTube這樣就算了 YouTube有一些影片 它完全是不出樣子 是匿名的 根本上匿名就已經沒有說服力了 你在YouTube來說 樣子都不敢見人 不出的 而且那些影片的語音 其實就是一些電腦合成出來的 是那些AI來的 即是它打了一篇稿 然後按按鈕 它就自己在說 多數都是普通話的 不是由真人來發聲 不是真人語音 我相信大家偶爾按錯的時候 都應該會有看過這些影片 這些就是假帳號 其實有很多 當然YouTube都刪除了不少 在去年已經刪除了超過兩萬個假帳號 其實這些假帳號 是刪之不盡的 不過 有一件事好的就是 我們粵語的人口 比較少是接觸這些假資訊 因為它一是不是說普通話 一是就說英文 很少是專門弄一些假帳號 出來說粵語片 可能粵語人口 就未必是大陸主要的廣播對象 而且YouTube裏面也很多 藍絲台 都不需要再做些假的 只是藍絲有很多 幾十個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